走进房间请具衣橱移应俱全 房东标榜一卡皮箱入住 吸引房客目光 但住房子不只要看内装 签订住任契约前更要看仔细 台北市法务局抽查 市售空白房屋住任契约书 发现还是买得到旧版 恐怕衍生住屋纠纷 主要的室友包括了 没有详细的记载费用的收取 包括电费的记收 以及电费的一个上限的约定 还有修缮的责任 以及终止契约的法定室友 以及遗留物的一个处理 内政部已经公告新版租约范本 里头清楚规范电费记收方式 租任双方修缮责任 以及双方提前终止契约之法定室友等事项 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 法务局也拜会印刷同业工会 宣导印制新版租任契约 从源头改善 那最后在签订契约的时候 也要使用我们最新版本的租约 或者可以到我们内政部的网站 来下载最新版本的租约来使用 才能够确保双方的权益 台北市消保官呼吁民众附订金钱 除了确认屋况 还可以要求房东出示租屋证明文件 并且善用三天的省月期 也能上内政部网站 下载最新的租屋契约范本 保障租屋权益 记者邱声明台北报导 对面认版本是千万日本约之一